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实战中被早期的陆飞打败是大多数人认为老沙实力不济的原因 其实这也是老沙比较冤枉的地方 同样因为出场太早就被陆飞打飞 而被低估实力的还有雷神爱妮鹿 我们再回看陆飞和老沙的这三次对决 就会发现其实陆飞前两次都是被老沙玩虐的 而且几乎都是要丧命的 到了第三次对决他才终于打赢了老沙 虽然极其艰难但也是货真假实 而陆飞付出的代价是差点死了三回 老沙也只是被打晕了而已 其实当时的陆飞是有点潜力暴走的意思 没办法实际上人家是主角呢 潜力暴走可以算是标配技能 但即便是陆飞自己也知道 打赢老沙是多么的超水平发挥 这从陆飞在推进城里再看到老沙时的惊讶表现 就能看出来当时的他已经变得更强了 但还是忍不住回想起 差点被老沙杀死的痛苦记忆 这其实也算是陆飞对老沙实力的一种认可 而关于老沙怕水这个设定 确实是有点尴尬 毕竟这部漫画是海贼王 但在早前做完第三期海贼王专题以后 我们再讨论过一次老沙所面临的 怕水却要在海洋上航行的窘境 其实仔细想来 这些实力强劲的噩魔果实能力者 不是都怕海水吗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又可以成立的问题 因为吃了噩魔果实 而被大海拒绝了又怎样 该当海贼王的还是要当海贼王 我们的陆飞不就在一点点的 把这句话变成现实吗 而相比之下 到了陆战部分 老沙的果实能力 本而有更得天独厚的优势 他号称世上没有人能在沙漠中击败自己 这也确实是用实力在说话 要知道海贼王里可不光是只有海洋和海军 红土大陆上还有另一片遥阔的地图副本 以萨伯为代表的革命军 不就一直在打陆战吗 介于老沙远大的理想 他的能力优势也不会缺表现的机会 虽然原悬赏金只有8100万倍利 但伟田在SPS中已经明确指出 如果衡量老沙的实力去订定合理的悬赏金额 应该会比8100万要多上好几倍 爱尼路的武艺似乎又亮了 而对恩魔果实设定上的意义 老沙的地位才是不可取代的 好了实力部分的讨论就此打住 在被陆飞打败后 老沙和Mr.E在部下前来营救时 两人竟然都因为没有心情而不逃走 与其说是没有心情 倒不如说是没有斗志了 老沙的梦想是海贼王 而且付出的艰辛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被一个矛头小子就这么打败了 自然会怀疑一下人生 陆飞这一路走来 其实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一次次的让这些反派怀疑一下人生 但在推进城里在遇到陆飞时 老沙似乎是又重新燃起了斗志 并要求陆飞带她一起去海军总部 而这个让老沙重燃斗志的人物 却并不是陆飞 而是昔日打败老沙的白胡子 为什么白胡子会让老沙重燃斗志呢 这就要结合我们的第11期海贼王专题的猜测 老沙其实原本是女性来说起了 从顶上之战 老沙和白胡子的对话就可以看出 老沙对白胡子的爱恨程度 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刻 她对白胡子的关切程度 与其说是仇人 倒不如说更像是亲人 也许他们就是亲人 这也是为什么在顶上战争结束之后不久 Mr.E会对老沙说出如图这样的话 鲁飞当时的痛当然是爱思了 而Mr.E所暗示的老沙的痛 就只能是白胡子了 关于白胡子和老沙的关系 在漫画里所给出的描述是姻缘 按照这个逻辑 我们得出的推测是 老沙是白胡子的女儿 和白胡子海贼团曾经的二番队队长 以这个猜测为前提 我们继续展开讨论 白胡子对旗下所有的家庭成员 都是一视同仁的 而为了避嫌 反而会得更亲近的女儿有所冷落 性格好强的老沙 虽然还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直拼到了白胡子海贼团二番队队长的位置 但却因为是女儿的原因 一直不被白胡子认可 能委以更大的重任 对于老沙这个女儿 白胡子的态度可能也更倾向于是保护 但这反而成为了 她和好强的老沙之间的矛盾 而这个矛盾在二十年前 老沙目睹罗杰被处刑后 萌生成为海贼王的梦想后 被更加放大了 对于看似阻碍自己梦想的老爹白胡子 老沙开始反复的挑战她 甚至还要杀掉她 这一点倒是和后来的二番队队长艾斯 惊人的相似 白胡子之所以对亲近的人的偷袭 如此习以为常 老沙也算是功不可没 和艾斯一样 老沙自然是反复的失败 一气之下 她才完全脱离了白胡子海贼团 在找到仁阳王做了变性手术后 开始自立门户 同时她也开始更加痛恨自己的这个亲人 白胡子 而且因为变性后样貌的变化 可能只有白胡子和为数不多的人 知道老沙的身份 但因为是亲人 即使痛恨 老沙也割舍不掉对白胡子的关切 因此在白胡子死后 老沙才会十分伤心 而在老沙走后 白胡子之所以留着二番队队长的位置 就是一直在等待老沙的回归 老沙和白胡子的故事 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东方家庭里 父亲与女儿矛盾关系的映射 可泣 又有些让人感动和心酸 重要的东西就要想听办法保护 虽然是以一种背着干的方式 但除了以马尔克为首的白胡子的旧部 其实继承了白胡子意志的人物 还有老沙 而社会对于女性 尤其是武力发展上的质疑 其实在海贼王漫画一开始 就被讨论了 胡威娜和索隆的悲伤故事 其实就是一种呼喊 幸好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可能性 不过即便老沙是女人 她也是个枭雄 这句话可能本身也有问题 谁说女人就不能称霸世界呢 在海贼王世界里也更是如此 四皇之一的大妈 不就一手雷云一手太阳 顺便娶了四十几个丈夫 在新世界里称霸一方吗 当然老沙这位中年大叔 或者说是阿姨的海贼王梦想 还在继续 这个被民歌所相中和争抢的人物 已经在新世界里 又要打干一场了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我是外航员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海贼王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